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几个月前,新华社、人民网、央视网等中共官媒党媒就举办了迎接党的二十大建言宪策活动 征集网民意见 据官方报道,已经征集收到了八百多万条网民的建议 同时,前几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出 要对这些意见认真研究及充分吸收 与官方的建言宪策活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近日一个来自中国民间的向二十大建言宪策征集网民意见活动 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该系统上线时并未引起多大关注 四天后,突然有诸多在中共看来不和谐的留言充斥该系统 并被网友截图,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 随后,不到半个小时,遭到屏蔽 留言中大多是表明反对领导人终身制 支持领导人到点下班的言论 组织这场建言宪策的萧果举明确表示 像二十大建言宪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 凡十四亿中华儿女都有责任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分担忧虑 对此,有网友评论 这哥们响应党中央号召,自己做了一个帖子 向二十大建言宪策 结果评论区爆满,结果帖子就被删了 形成这种鲜明对比情况 或许出乎发起者的意料 仅仅从我们截评的部分网友评论来看 绝大部分意见都是中共看来的反对意见 与官方声音格格不入 甚至有网友留言称 看了系统的留言 感觉自己翻墙来到了自由世界 而从这些冲塔般的大无畏 自杀式的留言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 当下在中国民间真正的民意 涌动着一股怎样的情绪 我们将这些留言分类总结为四个类别 从这四个方面 可以看出墙内的百姓 真正的心生和民意 第一类也是集中反应最多的一类 涉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领导人任期和选举选拔机制 其中反应最突出的是反对领导人终身制 奉劝领导人不要贪恋权威 要求遵守中共最高领导人任期 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这一类留言虽然没有点名 但名言人都能看住 话中直接禁止习近平二十大的连任问题 以及为了连任 其所搞出的政治防疫运动 其核酸马 形成马等控制民众自由出行的防控机制 不但影响人民正常生活 同时搞垮经济 改革开放四十年攒下的加点 在防疫的三年内 几乎败光 新一波移民潮形成 同时国家整体政策由经济挂帅 改为政治挂帅 一切讲政治 讲理论 搞所谓制度优越之争 但毁掉的是人民的生活 第二类 主要涉及依法治国和公民言论自由的问题 集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当下各地方官员 执法人员执法犯法 对法律的无适合践踏 以及生搬硬套 甚至编造各种法律条文 譬如防疫法来管控百姓 而百姓对此却申诉无门 丝毫没有言论的自由 互联网平台随意删帖封号 且给不出任何理由 公务员本身应该是公民服务的本位 也就是民本位 但当下依旧是官本位 以及凡是对领导负责 对上级负责 对下则释放极大的压榨和盘剥的恶意 也有人严谨意改地指出 公布官员财产 官员历史真相 留言后还不忘加一句 不会因言获罪 背叛死刑吗 由此可见 中共人为制造的不准妄议中央的恐怖氛围 已经到了不准提意见 不准讨论 不准谈起的程度 这与话剧茶馆中挂的 莫谈国事的牌匾如出一辙 统治者对于言论的极端管控 标志着独裁者的末世 而当下的中国 有十几亿人正在经历着 人类普世价值中的苦难 和对历史的见证 第三类 要求当局立刻停止清零政策 这些来自网民内心真实的呼喊 动态清零政策给他们带来的严重伤害 不仅关乎一国经济 更关乎人民的自由 清零政策的本质 除了世袭执政以来 为数不多的政治遗产外 更是中共极端管控人民的 一意代劳的手段 数字极权工具的运用 给了中共极大的统治自信和维稳自信 对待不服管束的民众 随意上访的人可以赴红马 以防疫之名限制出行自由 防疫导致的层层加码 让民众苦不堪言 核酸恶意掏空民众的社保 有网友直言 我不在乎谁做主席 我只是不想做核酸 不想被压迫 而就在6月29日宣布的行程码 取消代行这一政策 本身并不会改变清零本质 清零政策的停止 除非游习亲自宣布防疫的胜利 解除清零 否则 对清零的质疑 就是对习的质疑 第四类 关乎中国的外交政策 战狼式的外交 让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恶 加上中国朝鲜化的自我孤立和封闭 让当下的中国走回闭关锁国 这本身就是历史的倒退 开历史的倒车 互相尊重 与世界交好 民族心态开放包容 重视国民的启蒙教育 想人类闻名的理性 科学看及 客观看待中国自身与世界的差距 想不同的族群学习 这样才是一个开放 包容的大国姿态 培养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样才会让整个社会与文明越来越近 除了以上四类留言 关于铁链女 唐山打人事件等社会公共话题的讨论 也特别多 从网民的建言反馈来看 只要有发声的攻坚和发言的机会 当下中国的百姓并不愿意坐在宰羔羊 他们不再选择沉默 同时 对于国家大使 领导人的政策 关乎经济与民生 他们都表达了极大的关切 在反映对其政策不满的同时 也表达了对其二十大连任 以及终身制的反对 应该说 当下中共面临的国民舆情环境 异常恶劣 大家有诸多的不满 无处释放 且这种不满的情绪 呈现出下沉的趋势 下沉到社会层面 下沉到每一个老百姓 这种趋势因经济恶化和清零政策的强化 让民众对习本身的不满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网民的冲塔狂欢过后 帖子被删除也在意料之中 中共的体制内 绝不允许异见者发声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留言 订阅本频道 第一时间获得频道更新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